大家好,我是最蓝,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录制这个正行教学系的视频 本期呢,我们所讲的将是暖色二连节奏 回顾一下上期我们讲了冷色四连 那么冷色呢,是因为有行动优势 所以它有很多武将,它只要是组合的话 通过行动优势都能创造出来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暖色,由于在行动上面占有劣势 所以它一般来说暖色是更加追求暴力一些 也就是说最好是在暖色的第一个边峰行动伦次 也就是暖色二连里面打出一些优势 所以为了这样子呢,暖色呢,就特别喜欢的武将 有这么几个黄盖,有高爆发,关羽,有一个助暴 甲雪,有一个在二连击杀的能力 其次的话就是这个相对来说的一些国家阵型 就是国家主啊,暖主国家 这是万事不绝守国家 就是通过国家来刷牌的一些阵型 那通过暖色的一个轮次呢,来刷国家 来刷出一些控制牌,或者打出一些优势来 这就是暖色二连的一些基本思路和它的想法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从几则看几则视频 来给大家讲一下暖色二连所带来的节奏 那么一般来说,只要你在暖色二连里面 通过行动创作了优势的话 就能够去跟冷色进行一个抗衡 好,我们直接来看录像 当然我们这里所选的都是这个 比较适合暖色的一些阵型 而且也是打赢了 是吧,不赢我们就不看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都是我自己打的 我们所的阵型教育视频都是最蓝的主视角 这个下面里面就是没有特别暴力的武将 冷色的一个张辽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先把冷色张辽拿了 对面拿了神将刘备诸葛,没问题 那么我们是可以在这里面可以反手抓到一个 貂蝉和假雪来进行一个蝉甲的一个控制 就蝉甲的一个输出还是非常高的 离剑带乱舞有可能是在这个二连里面秒掉一个三血边 然后为了给乱舞铺平道路呢 我们拿掉了这个文聘 同时避免冷主干宁来拆我们太多牌 所以我们最后可以出一个张辽假雪边 然后貂蝉主 这样的话我们主位的话 貂蝉也是有一些用处 然后张辽假雪呢 也会有一些这个好的这个打法 当然我们最后出了这个文聘 吊蝉甲雪不好意思啊 为了文聘主 文聘主张辽雕蝉甲雪呢 就是可以这个 给两位边风啊 双双加一马 保证贾雪和貂蝉的行动轮次 杀一道 这里是可以出这个张辽假雪的 也是可以出这个貂蝉假雪文聘的 由于打得比较久远 所以我们给搞忘了啊 这边呢杀离剑啊 同时有负一马 还有一张杀 那么在这个回合呢 贾雪就可以通过这个玩杀的技能 两张顺手牵羊 把他牌拿了之后呢 可以直接借刀啊 卡一刀孙权 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借刀 直接把貂蝉打 把孙权打死 打死之后呢 当然是最开心的 然后这里开乱舞 乱舞完 因为孙权死了 那貂蝉的负一马 就可以去杀刘备了 好 我们可以继续杀刘备 然后决斗刘备 那刘备再见 可以看到貂蝉假雪的一个二连的输出是十分爆表啊 直接是击杀了对面的双边风 然后文聘行动 过河拆桥 过河拆桥 然后挂刀去杀他 这里可以开五谷 又可以拿到一张勒布斯鼠 吃桃 看一下祝亮能不能关心解住自己啊 没有解出来的话 那基本就是结束了 贾雪一拆 一个难瞒啊 带走 因为贾雪手牌是有一杀一难瞒的 所以这里肯定是贾雪先动啊 就直接赢了 好 我们来看下一局录像 我们是暖色 对面呢 我们还是先拿到了对面非常优秀的冷张聊 然后对面是选择了诸葛锦和孙权 比较稳妥的抓法 我们把貂蝉和贾雪拿到手里呢 这样的话是把对面的真机也拆掉 同时拿掉对面的冷主大桥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出一个 贾雪还是以一个暖色贾雪为核心的啊 这是我们之前提到一个貂蝉主 然后呢使得一个貂蝉主位有些能力 然后张聊和贾雪的一个鞭蝉 通过张聊的一个破防 贾雪的乱舞和玩杀 去击杀对面一个鞭蝉 造成自己的话以多打扫 我还说前锋吧 其实我一直习惯把这个叫鞭蝉 因为很多年前啊 很早很早的时候呢 一直是叫这个鞭蝉鞭蝉的 结果呢 为了这个后来这个三国沙卖到了鞭蝉之后啊 他们就把这个改成前锋了 因为公司名字也叫鞭蝉 打死鞭蝉这个总会让人有歧义 好我们还是这边去杀一下他 然后呢五谷丰登啊 五谷丰登的话是想去给贾雪找一些牌 这样的话我们找到一张关键牌借刀 使得贾雪可以通过借刀的回合呢 多打一点输出 然后无懈这个孙让香 让孙让香闪的少一点 然后这样可以通过这个乱舞的一个轮次 来造成七杀 冰上啊 乐要乐诸葛锦啊 冰冰孙让香 因为这个乐孙让香呢 有可能会给诸葛锦造成额外过牌 就不高兴了 先乱舞一下 孙权有副一马 可以砍甲雪 孙让香呢 只能砍孙权 然后张辽可以砍一刀 有一张闪 这边貂蝉可以掉一滴血 然后我们可以借张辽的刀去砍一下 杀了 然后自己挂刀 再杀一刀 这里选择自己去杀的原因是 我杀完收到这两张牌是可以立马使用的 而张辽收到牌是不能用的 所以我们 所以选择自己去收人头 收完人头之后呢 可以拆掉孙权的简易码 然后给这个诸葛锦再贴个冰凉 这样诸葛锦又重冰又重乐 有冰有乐 他改了一下 挂了把刀 就没动了 然后我们貂蝉行动 貂蝉呢 就可以去这个离剑诸葛锦 把诸葛锦继续压掉 然后呢 可以通过这个貂蝉的离剑 压诸葛锦血线 压完之后呢 可以造成一个三打一 虽然现在已经是三打二了 不过如果把诸葛锦打死之后 那是更好的 可以看到 就是说贾许这个武将 是暖色比较喜欢的一个武将 包括说黄盖 还有关羽 黄盖是一个爆发将 关羽是个助暴将 当然暖色的张辽 以及姜维等等 也是有优势的 暖色想要赢 就是想要在二连里面 最好是把对面打死 或者打残 然后带控制 不管是冰凉也好 还是勒布斯数也好 都是非常好的 这边寒冰剑去压孙权的 最后的手牌 那接下来就进入一个三打一了 还是比较容易的 看一下孙权最后的大无中 还是有希望 孙权这个武将 还是有一点翻盘希望的 看看能不能 好像并做不出什么其他的事情 因为没有顺到我手里 这张诸葛联弩 如果他能顺到我的诸葛联弩 来打一个把张辽击杀 倒还是有一点希望 而且我们运气非常不错 这个 这个勒布斯数呢 还添过了 这里我选择了一个打法 就是把这个张辽的人头牌 离剑给加血 避免这个孙权有一个高输出 因为接下来我动完之后 又是孙权动 你看孙权这边是有难瞒的 有难瞒有杀的话 他之前是要求我们两个逃 我们只有一个逃 所以我们就选择说 人头让给加血 进入二打一也是可以的 然后貂蝉动一下 补齐一下自己的状态 离剑 手里的杀还是比较多 可以跟孙权拼 拼赢了 拼赢之后就可以去决斗他了 是吧 先万剑 这边打无蟹了 决斗 这样就结束了 假许行动 一张杀就可以完成这个游戏 所以也就不用开这个无中啊 带武器啊什么都不用做了 就一张杀结束 我们来看了两局假许的暖色二连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之前反复提到的黄盖 就是黄盖国家的一个刷牌 暖色我们守了一个国家啊 对面呢是可以拿一下这个关羽和张辽 拆掉了我们一个爆发 我们拿到了诸葛锦双香 想出一个锅香 但是对面拿到诸葛亮江维 那我们选择一个黄盖 大桥我们最后拿到张飞 对面拿大桥呢 其实基本上是不会出 这里是一个心理博弈 就是对面虽然在后面是想先抓了大桥 但是由于我们起手的一个阵型是郭家 孙上香和诸葛锦 所以对面呢其实不太会出大桥 因为我们可能会出一个 就是郭襄带诸葛锦这么一个阵型 当然我们后面也有个辩证 就是郭家缓盖张飞 那由于对面不会出大桥 我认为郭襄诸葛锦的一个节奏偏慢 在冷色张辽关羽的一个张辽江维 冷色张辽江维的一个 或者张辽关羽也好的一个压制下面 把我们牌压多了 我觉得打不过他 所以我决定走一个爆发路线 走一个郭家缓盖张飞 这样的话更加符合 暖色的爆发路线 如果是出这个郭襄的话 那么你就要把 尽量摆香香组 然后郭家缓盖边 这样也是可以的 摆郭家组呢就有点怕让先 其他都还好 出郭家缓盖张飞 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祝国亮江维 这边呢 由于怕这个暖色的爆发 所以就直接让先了 让先之后呢 张辽江维可以先这个行动一下 看一下是否会有无邪可击 这边直接打无邪了 张辽江维先行动 就是可以压黄盖的血线 避免黄盖爆发太大 这是他的这么一个想法 这边直接杀我一刀 再顺我的手牌 顺到我一张拆 顺到我一张杀 还好没有顺我拆顺 这已经是非常好的消息 如果再顺我顺 然后顺我拆 那就无敌了 好 杀我 这边可以再借刀 去压黄盖的一滴血 这样黄盖就等于 起手被压了两滴血 这样的话 黄盖的暖色爆发 就比较弱了 而且拆掉了他的手牌 拆顺都是比较关键的牌 桃子也是很关键的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暖色 这是暖色的二连了 可以看到 暖色的一个爆发阵的话 对面还是有一些畏惧的 开一下 这个 无中 这个南蛮 然后这边呢 可以 郭佳呢 可以是拿闪 然后呢 无中可以给张飞 江维拿什么都是可以的 江维拿了杀 朱古亮拿了八卦阵 南蛮入侵 国家继续卖牌 这个阵型呢 就是通过黄盖苦肉AOE 或者杀 然后去刷国家 就是尽量的刷 刷完之后呢 把杀都给张飞 然后让这个张飞 有一个爆发就可以了 继续苦 攻击 无中生有 然后反向开吴谷 现在呢 有拆 有乐 拿张拆 这边拿张乐 张飞拿杀 然后我们可以看手里的情况 手里的牌的情况 来考虑击杀这个 对面的边风呢 还是击杀对面的主帅 反正都先给张飞啊 让张飞去考虑 然后这边拆这个 朱古亮一张牌 看能拆到什么 手里的牌呢 比较多了 如果能有个距离的话 基本啊 有负一码 基本就是去打朱古亮的 因为打志愿江维呢 实在是太亏了 出了一张张马蛇毛 就直接先杀一刀再说啊 不能浪费手里的输出 再杀一刀 这边就直接死了啊 我们还有一刀啊 有了张马蛇毛 那么郭家黄跟张飞 当然就是非常厉害的了 这是这个郭家黄跟张飞 可以看到暖色二连的一个爆发 让冷色有了畏惧 所以冷色让先 虽然冷色让完先之后呢 给我们黄盖进行压制 但是依然没能阻止 这个阵型的一个启动 我们来看第二局这个郭盖飞 现在是王战模式啊 暖色 这里面郭家的阵型非常多 包括郭家黄盖 郭家黄月音 郭家送上香都有 所以我们最后拿了这个郭家 然后对面呢 拆了月音和关羽 我们把关羽加许拆掉 同时拆到对面冷煮干宁 然后我们后手可以拿到一个 我们可以出黄盖甲许 也可以出郭家黄盖张飞 那我们这里选择了 出了一个郭盖飞 对面呢是一个关羽将为 到一个周瑜主 因为对面的干宁冷煮被我们拆了 可能他没有更好的冷煮吧 棋手的一个限制还不错 至少能去拆张飞两张牌 拆到张飞的无中生有 然后又挂起距离 杀了一刀黄盖 还是非常厉害的了 就是没有乐不思索 我正面来 来这个反剑 看我们能不能猜中啊 猜中了一张黑桃 这就很伤了 他有南蛮入侵 这个地方真的是不能反剑啊 因为南蛮入侵 到了黄盖手里 就非常厉害 可以通过跟郭家配合 刷到很多很多的牌 先顺一下他的手牌 再顺 黄盖这一轮的过牌量 非常之大 对面就逃跑了 这轮基本对面是输了 因为两张南蛮入侵 两张南蛮入侵刷很多牌 这边的话还能给张飞 有很多爆发 可以看到暖色的一个 二连阵型的一个爆发 还是让这个 还是非常具有威力 不然也不会跑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个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诸葛假雪啊 诸葛假雪 因为诸葛亮有一个关心 可以提高假雪的一个 击沙成功率 暖色守了 这个角面里面呢 是有这个三神 就是诸葛亮 诸葛锦和刘备的 那么暖色呢 由于暖色这边 是有很多阵型 包括说 刘备张飞 刘备黄元英 以及刘备 所搭的很多刘备诸葛锦等等 所以我们选择 守刘备 会要好一些 虽然说冷色 有一个控制大桥 当然你也可以守 诸葛锦也是不错的 但是就是对面的一个控制呢 单大桥的话是 既不能我们有一个 诸葛亮是可以挤来解控的 所以我们对面 如果拿锦月的话 我们就拆掉 刘备和刘备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 诸葛夹雪 是自己喜欢的一个 暖色阵型 我们把叼长也拆掉 把这些强项都拆掉 最后呢 拿到一个锦基 小桥 我们把大桥 这个曹操拿走 好 我们最后就可以出一个 刘备诸葛夹雪 这样刘备主的话 也可以防对面冷色的让先 对面冷色呢 是一个锦带积月 就是诸葛景真击和黄月音 这样一个 就是双边打爆 然后诸葛景给牌 那我们呢 看一下起手的一个牌 有这个 杀很多 而且呢 是有这个决斗的 那么可以考虑说 去这个直接打真击 决斗牌呢 还是给真击 给这个贾许比较好 让贾许在一个乱五轮次里 进行一下击杀 看看南蛮 这边骑手手牌 还是非常凶啊 有两张南蛮带决斗 这里祝格亮直接去死 想增加这个贾许的爆发啊 所以祝格亮呢 这个也就不救了 也包括前面也没有出杀 就是为了增加这个贾许的爆发啊 好带走一个 但是没有杀啊 这很伤 如果有杀的话 带走黄月音就好了 我们看到三张牌 然后还有这个连弩 都是没有杀 不能杀到黄月音手里 这边要有一张红色顺手牵羊 可以顺连弩继续打这个刘备 差点要被他翻盘 还好啊 还好 还好我们有一个桃子 可以捞起来 先顺诸葛景 顺到一张桃 开心 过后拆桥 吃个桃 然后给诸葛景贴兵啊 这样就吻起来了 刘备三血对面就很难以通一个 通过一个爆发打赢我们 然后呢 一会儿这个 贾许可以借刀啊 这边黄月音的杀肯定是打光了 通过这个贾许的一个连弩 继续呢 去把这个月音造成一个击杀 成功进入二打一 这就是诸葛贾许的一个暖色二连 拿到两个桃子 这样就非常稳 留下一桃一闪一无限 是吧 贴个乐 然后刘备留一张牌 这样保证自己一块回血之后呢 手里还能有存牌 刘备可以再动 然后现在呢 由于是连动 所以就可以这么 把乐不思数给这个贾许 就可以让贾许杀完之后再贴乐 一下 两下 三下 对面也是没有反抗 知道自己肯定打不过了 好 那么这一期的这个暖色的二连的视频呢 没有那么多 主要原因是我以前的很多视频都用来做其他的录像了 也没有存下太多 那么通过这样简单的几句讲解 让大家知道暖色二连其实它是追求一个爆发和秒人的就行了 主要的一个思路就是暖色是追求爆发和秒人的 就是在二连里面 在两个边风里面 那这样的话就推荐大家去思考一下用关羽来助爆 用贾许打击杀 用黄盖来爆发 用郭家来刷牌 一般来说就是这四个思路会比较好 这四个思路就是 黄盖 爆发 关羽 珠爆 贾许 击杀 然后郭家刷牌 一般来说你总会你到暖色你总可能拿到这样的一种东西 是来促成你完成这个游戏的 当然如果你实在没有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些 包括暖色的僵围也是可以的 或者说张辽这个武将带暖色也是可以用的等等等等 一些其他的阵型 总体来说那暖色是要追求一些爆发和限制的 如果你限制不了冷色的行动回合的话 就限制不了冷色的四连节奏的话 那么冷色的四连是可以给暖色造成一个很巨大的打击 这也是暖色的劣势所在 当然正是因为暖色它有劣势 所以它追求爆发也使得很多暖色比赛赢了赢的时候非常的好看 因为爆发很高过排量很大等等等等 包括说有一些驼盖组合 甚至说有一些曹操 曹操就像这个觉醒是能暖都可以了 曹操这种组合曹操黄盖这种 就是把AOE来回放都是可以的 还有的暖色阵型就是像这个以真机为核心的一些过排阵 大落神啊飙落啊等等这种落神阵 一波流啊这种阵型都是可以接受的 好本期的这个教学视频就记得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下一期我们所要讲的一个节奏将会是冷色让鲜啊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最蓝拜拜